因為我覺得中天是一個蠻客觀的一個新聞媒體 所以呢在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要把這麼客觀的新聞媒體給取消了他的證照以後 變成在所有的衡量權以上就變成類似所謂的一言堂 所以應該是要有不同的聲音來做不同的事情 進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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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